第1军情作者 狼哥 第2军情作者 狼哥 第2军情作者 狼哥 以及纳入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 强化外国投资委员会对在美投资的审查 从中不难看出 美国对华政策的消极面正在不断上升 通过打台湾牌来遏制中国的意图昭然若揭 需要注意的是 美国还提出了一个新概念 即全政府对华战略 这一概念表明 美国试图要改变过去 曾经出现的正出多头的乱象 整合打造官方各门口 一致的对华战略行动 实质上就是强化以特朗普为首的白宫 在制定对华战略中的唯一主导地位 这份战略同时表明 美国军方在制定对华战略中的作用和影响力上升 已经概过了国务院所起的作用 意味着军事战略正在成为美国对华战略的先导 以军事部署牵引政治 经济 外交行动 从而实现所谓的全政府对华战略 其实 特朗普政府此时 提出所谓的全政府对华战略 有着深刻而复杂的背景 它反映出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定位 正在发生巨大改变 这也是新世纪以来 美国对华战略逐步演变的结果 自小布什时期开始 就提出中国是美国的竞争对手 试图调整对华关系 但9.11恐怖袭击事件的爆发 牵引了的美国主要经历 反恐战争成为小布什执政八年的主要任务 两场反恐战争的拖累和金融危机的爆发 重创了美国的实力 奥马马上台后认为 小布什的单边主义政策出了偏差 导致美国实力受损 却让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抓住机会实现了快速增长 基于此 奥巴马提出重振美国领导地位 把大国崛起带来的潜在威胁作为国家安全的重点 并开始着手构建有利于维护美国21世纪领导地位的政治经济秩序框架 等到特朗普入主白宫 又对两位前任都提出了批评 一是认为小布什让美国陷入战争 二是认为奥巴马应对大国决 其措施不利 因此 他要让美国再次累大 在特朗普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 明确提出大国战略竞争 而不是反恐 才是美国国家安全的首要关注 把中国 俄罗斯直接定位为大国战略竞争对手 显然 特朗普对于奥巴马政府采取的相对收缩的对外战略 进行了颠覆式的调整 对外战略变得更加富有攻击性和挑衅性 同时 特朗普认为 奥巴马政府所采取的规则和议程方式 难以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 也难以让自己在任内实现 让美国再次得大的目标 所以 特朗普迅速撕毁 或抛弃了奥巴马任内推行的政策或达成的协议 开始以特朗普式的任性展开行动 具体表现在 政治上 向孤立主义回归 以不断退群的方式 放弃承担和履行国际责任与义务 强势要求其他国家 按照美国的要求形式 军事上 大幅提升国防开支 致力打造美军全球领先的实力优势 升格网络司令部 恢复重建第二舰队 加速太空军建设 出台庞大的武器升级改造计划 把军事实力作为支撑美国在伟大的霸权基础 经济上 大搞贸易单边主义 以经济制裁和提高贸易关税为主要手段 对多国展开经济额诈 其中 最引人注目的是发起对中国规模空前的贸易战 美国官员把特朗普的这些行为称为颠覆式重塑 本质上就是要打破现行的国际体系基础 按照特朗普的意志构建 提现美国一己私利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 让美国踩着别国的尖头在伟大 现在看来 在这一竞争中 特朗普政府是把中国与俄罗斯放在突出的位置的 也许 在特朗普政府的一些人眼中 只要军事上压制住俄罗斯 在政治经济军事上遏制住中国 就能让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不受挑战 美国就能在美大 这 就是美国全政府对华战略 出台的深刻背景和全部内涵 对此 俄罗斯科学院中国经济与社会研究中心副主任 帕维尔卡尼诺夫 以真见血地指出 特朗普政府所做的一切 只不过是利用所谓的中国威胁论来维持其军事工业综合体和增加国防开支 卡尼诺夫强调 美国政府一直在利用所谓外部威胁恐吓美国人民 对于美国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中的涉化内容 中国已经表达了坚决反对的立场 外交部发言人指出 中方对美方不顾中方坚决反对 执意通过并签署表示强烈不满 敦促美方并弃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理念 正确客观看待中国和中美关系 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不得实施有关涉化消极条款 以免给中美关系和两国重要领域合作造成损害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表示 人无信不利 国无信则衰 我们敦促美方恪守在台湾问题 上向中方作出的承诺 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慎重处理涉台问题 以免损害中美两国两军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 可以说 美国所谓的全政府对华战略 就是一个充满敌意 充满对抗 充满冷战思维的对华政策行动指南 它是特朗普政府偏执性对华战略的产物 既违背时代潮流 又侵蚀破坏了中美关系的基础 既然美国奉行这样一种战略 那么 中国必须高度重视 一方面要坚决支持美方损害中国利益的行动 另一方面 要冷静观察 沉着应对 当前 美国在国际社会到处点火 四面树敌 它的行为已经遭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反对 美国想要以一己之力对抗世界 等于是在给自己挖坑 千夫所指 无疾而终 也许就是美国的最终下场 美国堡论